大家好,我是谢成慧,你的人形故事机 这两天看了一新闻,也不是 你要说新吧,也没多新,但是我真是刚知道 有一个姓李的,咱们不能说是谁 以免得人家告过去 五大片,是吧,一个演员 出席活动的时候被拍成照片 脖子上挂了一珠子 据说那玩意叫天珠 有专家估计这个天珠值一个亿 其实吧,不光是他 不少明星还有商人啊 都花大价钱这种买这种佛教的用品 佛教里头呢,管这种行为叫什么呀 叫供佛 从这个佛教创始人施加摩尼开始 其实就有这条教义 施加摩尼曾经要求这僧人啊 不能有存款 也要舍弃这出家之前的财产 那你没钱,这吃喝拉撒都是问题 只能靠这化缘来解决 这个就是最早供佛的来历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些明星啊也好 什么这些商人也好 他们供佛有一共同特点 供的都是藏传佛教 为什么要供这藏传佛教呢 今儿咱就聊聊这个事 藏传佛教啊 本质上来说 我给它总结的啊 是一个大杂会 而且呢 是出口转眼的内销 它的前身是西藏当地的一个宗教 叫本教 这个宗教其实挺复杂的 各种神神鬼鬼 但是呢 又特乱 咱也说不清楚 你就想象成那种跳到神就行了 到了唐朝 控制这西藏的吐蕃王朝的这个松赞干部 他娶了俩媳妇 一个是唐朝的文成公主 还一个呢 是尼泊尔的尺尊公主 这俩公主啊 都带去了什么 这释迦摩尼的等身相啊 包括大量佛经 松赞干部也在他们俩的影响下 皈依佛教 并且创立了自己的教派 这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特有意思啊 它既拥有那个内地 就是咱们中原这种大乘佛教那种高大上 也有当地本教那种接地气 到了元朝 这个蒙古人就发现这个特点 这好啊 这个比我们那长生天强多了呀 于是呢 这蒙古人就开始信仰这藏传佛教 并且把它带到中原地区 虽然这蒙古人统治中原不到一百年 但是呢 这个藏传佛教在中原很快就发展了 尤其是到了这个明朝之后 明朝皇帝他得拉拢这个西藏地区的人 还有这个蒙古地区啊 自然要在这个信仰方面下很大功夫 红武七年 朱文章就把这个功歌奸葬班赃部啊 这么一个人啊 这是一个这个名字 把它请到了这个南京 让他这个传播佛教 还把它供为帝师 加这个国师这种称号 之后的明朝皇帝啊 那也是经常请这个藏传佛教的高僧 来中原地区做法事 当然了 少不了真金白银投入 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拉拢这西藏 跟蒙古地区 因为在信仰上 你被我拉拢了 我跟你一样了 那你就别打我了 咱们就好好相处就完了 后来呢 这女真人在东北地区崛起 他们最早信仰的 那是特别原始那种东西叫萨满教 还不如蒙古人那长生天的 一帮人围着这篝火 带着面具跳舞 那真是跳大石 后来啊 和这个蒙古人开始 就开始有各种深入的交流了 他们就发现 哎 这蒙古人信的这东西好啊 对吧 这藏传佛教比我们那强多了呀 是不是 这藏传佛教 它是定了行的宗教 有这承文的经典 有明确的崇拜对象 比这萨满教 那跟萨 就没法比了 于是这藏传佛教 在女真人中间也开始流行 后来呢 这帮人入了关 一统江山 就是大清啊 大清政府发现 这宗教不光能当自己信仰 还能借着他的手 控制这个西藏和蒙古地区 于是这清政府啊 基于这藏传佛教的特点 制定了一套活佛转世制度 官方只承认 四大活佛 谁啊 前藏的达赖喇嘛 后藏的活佛 这叫班禅 蒙古的哲不尊丹巴 以及青海的张家 这四个啊 各司其职 互不同属 防止他们共同反清 但是呢 也给你们封一个 跟我比较近的一个角色啊 一个一个 给你都封成佛了 对不对 我都承认你了 你是不是也就 是吧 你就 你就没有那么折腾了 你就消停了 清朝的皇帝啊 其实对这种事啊 特别明白 宗教啊 就是一种统治的工具 比如说这乾隆皇上 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本朝之维持皇教 原因众蒙古素所归一 用事遵从 为从仪从俗之计 兴皇教既所以安众蒙古 所系非小 不可不保护之 以为怀柔之道而已 这句话其实挺白话的 从他这句话的 咱就能听出来 这皇上这乾隆啊 就压根没把这藏传佛教当真 就是拿他用来统治的 来拉拢这蒙古人 拉拢西藏人的 藏传佛教呢 还是非常出色的 不光能控制这蒙古西藏地区啊 同时也能控制咱老百姓 这就要说到这藏传佛教 一条特别重要的教义了 什么呀 福报说 哎这说法那真太好了 你今世为什么受苦啊 你凭什么种地啊 那是因为上辈的你没行善 今世你是来还债的 哎那这老百姓听完之后 要是他真信了 恍然大悟啊 哎呦这辈子我得老老实实种地 多干好事 没事我得多扶这老太太过个马路 终于慌上 保证这个将来能转世投胎 到一个好人境 本来这福报说啊 指的是修来世 他不是修现实 但是在那个年代啊 说实话啊 信息很不发达 大部分人都只知道这福报说这么个名 压根就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 这呢就给那些心怀不贵的人可乘之机 有不少骗子就打着给人各种祈福啊 你这你现在修好了 你明天就好了 对吧 以这种名义冒充那种得到高僧 来开始骗前骗色 咱们一开始说这天诛啊 我说实话 我也不怕得对人啊 其实就是一个手段 清朝就有人开始收藏 这点一直传到今天 一块石头 哎 这一块石头 它能有什么法力呢 举个例子啊 有些人家信佛 家里呢就请着这个佛像 供着啊 一天三处高香 这个佛像只有请到你家里 那才叫佛像 在工厂人家制作的时候 工人管它叫活 哎 你这批活什么时候能玩啊 到了商店 商家管它叫货 哎 这批货打算卖多少钱 你因为信佛 把它花钱就买回来 你说是请过来 把它供起来 这才叫佛像 天诛也是道理 你要是信啊 这天诛那就是值一个亿的宝贝 你要按我说 你要不信 白给钱我都不要 我挂哪去啊 那偷沉的 话说回来 那这帮明星干嘛花这么多钱拜佛呢 哎你得这么琢磨啊 这帮人赚这么多钱 不敢说每个人都 特别那什么吧 但是起码我感觉啊 可能是都多少干过点亏心事 他心虚 这时候呢就有大量这种骗子趁虚而入 谎称什么大师啊 可以给他什么超度赎罪 前几年不是有一个那个所谓那大师叫王林啊 他这号称那个做法能变蛇 那他妈就是一江湖骗术 对吧 那就是障眼法嘛 有些视频在网上疯传呢 好多人说哎呦 这人都好啊 给自己看了多少多少病 对吧 有不少这些明星大佬 那都跟那就跟苍蝇见了屎一样 一窝蜂就扑上去了 请这大师啊 给自己超度其夫 而且对于这帮明星来说啊 看上去啊 他们是拜佛 其实呢 都是为了进圈子 还拿当年的王林大师来举个例子啊 他当时收的那堆徒弟 怎么着不得是一个大公司董事长啊 或者要不然就是哪儿的重要领导 要不然你这拜师费五百万人民币 你交得起吗 反正我交不起 你要有机会去拜见大师 那肯定是能接触到这帮大官显贵的呀 那你这就是大关系嘛 对不对 还是这句话啊 修佛呀 修的是来势 您要想这个通过拜佛保金事平安 趁早别信 好了 关于这明星为什么供佛呀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谢成会 你的人形故事机